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西部的很多山区孩子都没有午餐 当时我特别特别的好奇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 为什么我们还有这么多孩子 忍急挨饿 我很快展开了调查 我们发现不是他们家里都穷 是因为中国的乡村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中国的乡村很多学校被拆掉了 孩子们必须被集中起来 他们学校到家里面太远了 中午回不去 学校里没有食堂 为什么 政府 他没有那么多钱 给孩子们去盖食堂 政府失灵了 当时我们的商业公司也不愿意给孩子们去提供午餐 因为成本太高了 他赚不到钱 所以市场也是零了 那孩子的父母呢 孩子的父母到城里打工去了 所以孩子们在挨饿一年又一年 这时候啊 我在想一个问题 如果说我们的孩子连午餐都没有 他怎么可能去好好的学习 他怎么可能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不公平 不道德 不正义 他需要我们去改变 但是 十多年了 没有人去改变 那我想 我们来吧 那所有人都知道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记者 我没有钱 也没有权利 甚至没有公义的专业知识 很多人觉得 你分掉了 你怎么可能去解决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确实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们有一颗诚挚的心 我们愿意为孩子去行动 最主要的是 我们有了微博 有了一个新的社交媒体 然后我们在微博上 去展示了孩子的困境 我们发起了一个行动 免费午餐 我们的梦想 是希望给中国的每一个乡村孩子 一份免费的午餐 让他们能够免于消炎饥饿 我很快 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 当我们去帮助他人的时候 全世界都会帮助我们 真的 我看到了无数的人 像潮水一般的聚集起来了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 把自己打开 搭建一个平台 然后让大家参与进来 打开大门做公益 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注入我们的价值观和文明 人人平等 言论自由 民主自治 法治运营 然后我们保证大家都可以参与公益 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有智慧 出智慧 结果呀 我们就搭建了一个平台以后 我们做好了一个标准化的模型 我们保证了食品的安全 我们也保证了捐款的安全 这个时候 免费午餐也被国家注意 我们影响了国家的公共决策 今天 政府每年投入200个亿 去解决孩子的营养的问题 但是很快 我们要在孩子学校 里面发现了孩子们其他的困难 所以我们一口气 做了七个儿童公益项目 分别去解决孩子不同的社会问题 然后 我们形成了一个 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 这六年来 一共有八百多万人 给我们捐款四个亿 我们服务了一百多万孩子 我们提升了孩子的福利 但是 2013年 我在中欧国际公众学院的上学 我发现了公益的局限 因为 如果我们只是去帮助孩子 我们永远解决不了 孩子的根本的问题 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父母不在身边 他们的成长 缺乏爱与陪伴 那我们也知道 在中国 城市把乡村的年轻的劳动力 把孩子的父母给吸走了 留下了数以千万的孩子 他们一年都很难见到父母一次 他们的名字叫留守儿童 这是人类史上 第一个这样的悲剧 大国没有的悲剧 那我们在想 如果爸爸不回家 我们做的 都是白大的 孩子没有爱与陪伴 没有父亲在身边 他的心里面可能是怨恨 我们十年以后 我们会收获什么 我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我们彼此相联系 那好 我们怎么样帮助孩子 和城里的父母 能够在一起呢 第一种方法 把孩子送到城里面去 但是我们很快发现 此路不通 为什么 我们上海才不希望 我们的打工的农民工 把自己的孩子接过来 把自己的老人接过来 为什么 城市需要的是劳动力 不是老人和孩子 相反 我们还会认为 城里的 乡村的孩子到城里来以后 他会抢占 城市孩子的医疗和教育 所以啊 我们想到了第二个方法 就是我们要把 孩子的父母 要弄回去 你不让孩子进城 我们就帮助父母回家 那新的问题出来了 我们怎么样才能说服 城市里面的爸爸 能够回家呢 吸引他们唯一的方法 就是让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 有收入 并且啊 持续的有收入 还要增加哦 县委书记 被我惊呆了 县委书记说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这个地方 穷了两千多年 一直就这么穷 我们的父母啊 他必须要多外面去打工 要不然 他连孩子的养不活 他讲的没有错啊 但是我心里面在想 我不服气啊 凭什么我们乡村的农民 就只能到城里面来打工 凭什么他们就只能够 抛弃弃子 背井离乡呢 no 不对 能量守恒的秘密 要告诉我们 上帝给你关了门 他就一定给你开个窗 如果你的窗也被关了 那你到地道里面去看看 他有没有给你挖个地道 他一定是这样子的 天无绝人之路啊 所以我们想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 去找一下 我们乡村 有些什么其他的机会呢 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呢 结果我们发现了 中国的乡村 虽然他穷 穷是因为他很偏远 他很偏远 他的交易成本太高 你请企业去污染你 他都不愿意 但是就是因为没有企业去污染他 他保护了很好的生态和水 食品和土壤 他有很好的农产品呀 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城市所需要的 我们在城市周边还能看到干净的河流吗 OK 但是事实上面 这些农产品 他没有变成农民的财富 那为什么呢 我们发现了四个理由 首先啊 我们不知道 那个贫困县里面有很好的农产品 不知情 我就算知道了你 我也不会信任你 我不信任 我就算信任你 我也不会买你的 因为你太贵了 你要从沙里面运出来 你的成本太高了 好 最最要命的是 这些农产品 在全国各地都有 你不稀缺 所以啊 要帮助农民 在自己的土地上面去赚钱 真的是很难 我也知道很难啊 但是这个是整个有人去做呀 因为我又想起了 那个能量的秘密 当我们帮助他人的时候 全世界都会帮助我们 所以 没人做 我们就来咯 好 2014年的年底 我和中欧的 中欧工商学院的教授 还有200多位中欧的校友 联合起来 我们一共捐款 300多万 建立了一个基金会 然后呢 拿出130万 做了一个电商平台 我们决定帮农民 卖农产品 第一步 第一步 我们把我们心里面的农产品 聚集起来 找了他们好的东西 那第二步 我们就联合中欧的校友 帮助我们去对农产品 去进行优化 改善它的物流 它的包装 它的设计 它的品控 把这个农产品 变成一个可靠的 可以信任的商品 然后 我们把这些农产品 放到我们的电商平台里面 集中展示 我们给它赋予一个新的能力 父权父能 爸爸帮爸爸回家 让农场出春 帮爸爸回家 赋予他一个新的价值观 让他与政不同 好 我们把 把产品做好以后 下一步 我们就是销售了 我们把东西卖给谁呢 我们把东西卖给谁呢 卖给最信任我们的人 卖给我们的基本盘 谁最信任我们呢 就是给我们公益项目 捐款的那八百万捐款人 我们把它组织起来 把门鞠起来 把他们带到乡村去 让他们看到乡村的美 乡村孩子是怎么生活的 我们跟他讲一个新的道理 购买就是做公益 消费也能帮孩子 你买就好了 结果我们的很多捐款人 就变成了我们的消费者 到今年啊 我们的电商平台 又开发了一个分销体系 大家 就变成了我们的分销员 捐款人 变成了消费者 又变成我们的分销员 那第二 我们卖给谁呢 卖给我们中欧的企业 因为每一个企业 都要去维护自己的员工 客户 那我们就做成一龙的礼包 为这个企业提供 公共关系维护的解决方案 还卖得还不错 所以啊 我们就做了这两块 然后呢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的那个投入 130多万的那个电商平台 两年多了 还没有死 他还活着 在中国 你要做一个电商平台 还是卖农产品 100多万投下去 还能活到今天的 我想应该是个奇迹吧 那就证明我们是 方向是对的 那 我们就继续的留下来 把我们以前做的事情 再重复来做 做两件事 找更多的好的农产品 找更多的客户 那 为了实现这个两个目标 今年呢 我们决定要做 我们决定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 我们呢 决定搞培训 决定搞培训 我们要做一龙创业营 我们要把那些市里面的 那些县里面的 内部做农产品的 年轻人 把它聚集起来 我们又要实现一个聚集 聚集起来以后 才有变革的可能性 那第二 我们联合一些机构啊 做一龙的标准 我们这个标准 与众不同 除了 它的生产质量的标准 我们还要加一个 扶贫的标准 一龙的农产品 除了好 还得有情欢 还得有道义 它还得是扶贫的元素 这是我们的价值观所在 好 我们有了 我们的 那么多的年轻人 帮我们提供 那么多的好的产品 再加上这个标准 我们就可以联合 其他的销售平台 和我们一起去卖 因为卖我们贴牌的农产品 我们是可以收这个品牌费的 就把大家就聚集起来 一起来往 一起来发生改变 一起来相互成就 我知道啊 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还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但是呢我们心里面 没有畏惧 我们不害怕 不焦虑 也不着急 因为每一天 我们都在进步 我们也知道 我们一天一天的去努力 变革 真就发生 我们最后想实现的是 中国的每一个乡村的孩子 他们都有一个安全 完整的家庭 他们都有机会 可以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们也像我们一样 梦想成真 所以 我们把销售问题解决好以后 资源流动以后 一切美好 它会自然发生 自由生发 最后我们 迎爱聚集 柔软 改变中国 谢谢大家 多谢 谢谢大家